红如枣 薄如纸 亮如镜 生如沁 这是对荣昌桃的描述 荣昌桃与云南建水桃 宜新紫沙桃 广西青州桃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桃 荣昌桃兴起于汉代 明清时期闻名于世 在漫长的演进中 荣昌桃器形成了一套十分复杂的制作工艺 包括晒泥 碾泥 制坯 打磨 烧窑 开窑等二十多道工艺流程 其中开窑是每个荣昌制陶人最忐忑的时刻 六月十号 荣昌国际柴烧创作交流中心开窑 引来众多陶艺爱好者和游客围观 千年不息的窑火从宋出燃至近现代 随着历史的变迁 荣昌桃器烧制记忆虽然多样化 但古老的柴瑶烧制记忆依然受到荣昌制陶人和陶客们的青睐 国家极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桃制作记忆传承人梁仙才告诉记者 本次初药的产品历经了八天七夜的烧制 烧制过程中 窑内最高温度达一千二百度左右 柴烧 时间和温度都是不可预见 且变化万千的窑变形成的关键因素 今天准备开药 这药装了一千三百多个产品 估计这药的荷格比较高一点 但是可能精品就要少一点 烧精品烧到极致 我们一般就是本身二十的荷格 那个有的极品就多 对不对 随着一声开药了 在人们的围观中 开药师傅将药门敲开 紧接着 数位姚公师傅将窑内的桃戏爆出 一件件精美的荣昌桃展现在众人眼前 入窑一色 初窑万彩 记者看到 这些初窑的桃气色色鲜明 兼有金银彩 落灰等特点 每一件精品初窑都会引来众人的赞叹 我们今天希望通过举办开窑仪式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荣昌桃 更广泛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从而更好地推动飞椅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据了解 2011年 荣昌桃气制作技艺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 荣昌区还下大力气保护古摇遗址 深入挖掘荣昌桃历史文化 传承创新制作技艺 围绕文化引领 技艺创新 文旅融合 企业培育 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 不断做大做强陶产业练 如今 千年陶都 正绽放出新的活力与生机